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继续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一百二十七月 我们在五戒里面 不邪淫 一百二十七月第一行 他说不邪淫戒 如男女同意 得保护人的同意 不违反国法 主要是这三个 那么经当时公认的婚姨 而结为夫妇 这一种夫妇的阵营 为家庭组成的要素 子孙延续所必要是正当的 无罪的 反之 现在在讲血影这一部分 在家侍女 不管是懒得彼得 即使取得对方的同意 第一个就是要对方同意 第二个就是即使在对方同意的状态下 佛法所不许 国法所不许 亲属保护人所不许 就是不同意 那么都属于邪淫 那这种邪淫戒 现在在律典上 或是律师的这一种解释下 就被人只要是夫妻以外的都算邪淫 但是戒律的本利在于不伤害 不害 五戒都在于 五戒前面的事件 被杀到淫忘 五戒 我们先来了解这个问题 五戒的前面 这个信戒 就是他 不管你有没有受戒 他本身就是错误的 有罪的 这个信戒 这一戒 这一戒是九戒 这一戒是遮止犯这个信戒 遮止犯这个信戒 遮止犯这个信戒 这个是九 不赢九 这个信戒 四条件 不杀 不盗 不盗 不光 不患 这重点都在不害 不伤害 那这个不害理念 这个不害理念 就是不伤害 这个不害理念主要是 主要是 危害国家社会 有害于国家社会 有害于 第一点当然是对个人的伤害 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个不害 这个不害 就是伤害 第一个当然是在伤害 伤害个人 伤害众生 主要是伤害众生 伤害这个众生 当然主要是人 那么第二个就是 违反国家社会 也是一种伤害 违反社会风俗 国家法律 这是国家社会 国家法律是约定 就是明文规定的 社会风俗是约定成属的 那这另外一个是 违反家庭和乐 就是伤害家庭 这个是社会 这个是家庭 家庭的和乐 那所以他说 那这个伤害家庭里面 包括这个夫妻 是说父母子女 比如说 你跟人家的太太 你就伤害他的先生 那你跟人家的子女 然后父母亲 在保护人 就是他的子女 依然是属于他父亲 就是守守护的 那么你伤害了他的这个父母 或是伤害了他们的这个父亲 那这个是违反 违反家庭和乐的 那么这是属于这样子 那么有一些社会风俗 他就是说 我们后来把 邪淫界犯成是 只要是没有结婚的 比如说像婚前性行为 都算在邪淫里面 他自己从佛法的角度看 他其实是要具有伤害性 具有伤害性 对众生的伤害 他才算 那像有一些社会风俗 有些社会风俗 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 他并没有规定说 男女一定要在 男女一定要在 结婚的前几下 或是说他甚至 你说西藏有一个 三四的兄弟 都娶一个太太 或是一个人 回教组有一个人 一个人可以娶四个太太 那当然这个是 结婚的状态下 他并不是一夫一妻的状态下 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有一个也就是社会风俗 他并不是以结婚为前提 那么就算邪淫并不算 就是社会风俗允许的 那么这种 就是说 他所有的五界都是去伤害性 那么都是伤害众生 这个是第一个前提 那么邪淫在包括 违反社会风俗 国家法律 然后违反家庭和乐 这三个 就是他一样是一种伤害 伤害国家 伤害社会 伤害家庭 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 并不一定 从这个角度看来 并不一定是说 像现在我们讲 你说同居 那两个人同意 而且都是长大的 那么这种同居行为 算不算协理 如果照 如果照这样的观点来看 他其实也不能算协理 那所以说 两个人都没有家庭的状态下来 当然如果两个人隔壁的家庭 比如说 或是说 已经离婚 那或是说 或是说两个人 这个是两个都离婚了 那么 但是如果有婚姻状态 那么 你就会伤害对方的配偶 那么这种就有伤害性 伤害家庭 那五戒都是在不伤害 不害 因为他说自通之法 你不用人家讲的记忆就知道 如果你 如果你的女儿 你是人家的爸爸 你的女儿 你是人家的先生 你是人家的太太 那你也不一定人家这样做 那你这样做了 你就伤害别人 所以他重点是在不伤害 不害 那这个遮戒是 要遮止你去犯这些的 杀 盗 盈 忘 这个缘在家是不写缘 出家就是不缘 其实是这样 那出家就是 佛法所不允许 他还叫一个 佛法所不许 违反 违反 佛法 那佛法所不许的就是 等一下会讲到 所谓的 这个是 是违反佛法的戒律 你说八观摘戒 那你今天已经说八观摘戒了 那你就是 不是不写也是不缘 那你就不允许 不允许 类似像这样 那国家法律就很难说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讲卖淫这件事 那么有些国家是 是允许的 有些国家不允许 类似像这样 但是如果是卖淫的话 在佛法里面应该做到算协语 所以这里看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男女同意 这是第一点 不是强迫性的 强迫性的 他都犯根本 那么第二个保护人 那保护人大部分是他的父母 那有些名父母 有些是他的兄长 或是他的叔叔伯伯 或是他的监护人 这是一种 不违反国法 国家的法律 比如说假设是一夫一妻 那么 那这种情况有时候很复杂 相当复杂 比如说像大部分的 大部分比较有钱有事的 他都娶好几个太太 那这个是 国家法律 基本上他不允许 就是他违反一夫一妻制 但是基本上好像又不犯法 因为很多也这样 很多有名的 有钱的 基本上也都这样的 其实三个四个 还几个 那好像也 也就是说他们是 不是名义上的 他也没有重婚 但是他就跟他一起住 这种情况很多 那你说他违反国法 好像也 看起来好像也不治 因为他也没有正式说 结婚两次 好像也没有 那有一些就是 如果是规定立夫一妻 那这是一个 那经当时公认的婚姻 而结尾夫妇 这个是正式的 公认的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好像也 就是说要有 所以我们就叫公正结婚 要有这种 那有些社会风俗不一定是这样 这种夫妇的正常关系 为家庭组成的要素 子孙延续守必要 这个是正当的 不罪的 那意思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隐喻都是邪有 不是的 那不过现在 现在戒律里面就是 会解释让趋向严格 只要是夫妻关系之外的 甚至是 甚至是这个 这个婚前的 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以前 那么这个天主教就很坚持 天主教就比较坚持 那佛教基本上并不是说 一定是在结婚的前提下并不一定 他只是说反对具有伤害性的行为 是这样子的 伤害国家 伤害社会 伤害家庭 伤害个人 是这种伤害性的 所以那么这个是正当的无罪的 反之 他就是反过来讲 那么取得对方的同意彼此 取得对方的同意 伺就是男的 女就是女的 在家男女 其实这样 在家伺女 在家男女 取得对方的同意 而为佛法所不许 你说八观在界 八观在界 所有的 即使是夫妻关系也不行 因为你已经今天要持亲近戒来 就好像八观在界就是出家界 在家人受出家界 那出家 虽然是一天 那你这一天就是出家 你这一天就不行 虽然是国家允许 社会允许 也不会破坏别人家庭 就是你能自己夫妻 但是也不行 因为你已经允许这一天是出家 你就不行 那所以这个就是佛法所不许 那么国法所不许 比如说他 他有一些行为是国家 国家规定不可以的 那就不行了 那很明显的 比如说像蔓延这件事 国家 很多国家都不允许 但是有些国家也允许 或为亲属保护人所不同意 那大部分 大部分法律的界定 就是未成年 那未成年 那未成年到底是几岁 就不一定是16岁 17岁18岁20岁 基本上是这样 那如果已经成年 那就不是保护人 或是说 或是说他 就是说他的权利 就是是属于 属于这个父母所保护管束的 因为他年纪小 他不懂事 即使他个人同意 但是他不懂事 他是受诱骗的 这个是受国家法律 或是保护的 然后这个保护 或者是属于这个保护人的 那么这样也不行 所以即使同意 家长同意 但是跟未成年 像美国这一点就很坚持 未成年他罪就非常重 那么这个都属于邪淫 而为佛教在家信众首应戒除 因为这不但伤害对方 其实就是 我们所谓人的话 就是伤害众神 尤其是个人的自由意志 破坏家庭的合理 重点有一些是破坏家庭 像我们比较讨论多的 比如说外遇这一点 但是有一些西方人 他这一点蛮开放的 就是说他彼此夫妻 好像个人玩个人的 有一点有些也是这样 这一点其实从佛法上来讲 好像也不是那么恰当 即使是彼此夫妻同意 那这个国家社会好像 社会风气就是这样 那彼此夫妻也同意 但是从佛法的这一种 端正风气的角度来看 好像也不是那么适合 并不一定是合适的 所以他说 扰乱社会秩序的恶行 这种行为本身并不是那么好 那么你从一个慈戒 端正清静的角度看 这也不是一件好事就是了 第四个物作虚狂语 是不妄语界 为了自己的利益 亲族有本的利益 或使怨敌受害 而做不尽不死的妄语 不尽不死的就是说 先讲不死 不死就是不实在 就是一般叫做无根棒 那么有一种叫做无根棒 一种叫做假根棒 如果从窃律里面来讲 棒就是毁谤 不死的毁谤 无根就是根本就没有这种事实 没有这种事 那你确实有这种事 一种就是假根棒 就是他不是这样的 那你有这种事 但不是这个人的 或是并不是这样 就是你没有说详细 或是没有说清楚 你把这件事 比如标准我们这样 就是断章取义 张冠礼贷 或是说 一般我把这种一分四中取片 还有这个名词 有点像就是张冠礼贷 然后断章取义这样 或是这个人做的 你确实说的那个人 他还没出家前做的 你确实说他出家后做的 那你有这件事 但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硬把它扭曲成这个意思 那意思像这样 这个就是不尽 就是他有这种事实 他不是这样的事 他有这样的事 但也不是这样 这样的事情 就是没有到这样 比如说这两个人 比如说这两个人 一起去饭店住 他是各住各的 那你确实说 他们两个一起去住饭店 那人家就误会啊 一起去住饭店没有错 都是两个人 各住各的房间 只是两个人 一起去住饭店而已 但不是两个人住一起 但是你这样讲 就有一点点 你故意要误导扭曲 这个两个人去住饭店 类似像这样 那这样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很忘母的 不敬 就是不实 不实在 对说不对 不对说对 有这种事 那重点也是在伤害 你做不实的语言 重点在伤害 如果你做不实的语言 那么重点在帮助这个人 那就不一定了 虽然也犯戒 但是他就比较不一定的罪 所以菩萨界里面 他就开源 就是这样 因为他重点在伤害 比如说 这个人可能 这个有举个例来讲 举个例来讲 有一个猎人打猎 那么打到猎 那路逃走 他问这个人 你有看到一只路从这边走过吗 他为了救那只路就跟他讲没 若是说有 他明明从这边走 他讲没有就是 本来有 你说没有 好 这是一种 那就是妄语 但是这种妄语 其实像菩萨界里面就跟你讲 不但没有罪还有功德 因为你是要救护生命的 你虽然伤害了那个猎人的利益 可是你救了这一条路的生命 所以这个有时候 佛法中还要另外再说 那有一种就是说 你看到这条路 确实有一条路都能走过 但实际上他是从这条走 你就跟他讲是从那条走 这是一种 那实际上看起来好像妄语 但这种妄语基本上 并不是五戒里面主要就是 我们说过五戒 五戒要戒的就是戒伤害 戒伤害众生 戒伤害众生 杀盗淫妄 都是为了赤子与伤害众生 那么 酒不赢酒 主要是因为你喝了酒 你就会犯戒 这个是重点在伤害自己 那么就是因为你喝了酒 你可能去伤害众生 你可能就去犯这个戒 杀盗遗忘 那这个佛法里面有这种故事 所以 五戒的根本在伤害 不害 那八观灾戒就 五戒上面在正一层 他重点在 不是不害而已 还要怎么样 还要理喻清心 如果是八观灾戒 等一下后面会讲 如果是八戒 八戒的重点在理喻清净 所以他在五戒的后面 理喻清净 就犯恨 他又不害一样 那五戒重点只是在不害 如果是十善 那又不一样 十善重点在 帮助众生 十善 所以五戒十善 十善 重点在帮助众生 所以他不但不杀生 他怎么样 还不生 不但不偷盗 不杀生还护生 不偷盗还不生 类似像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虚狂语 不作不见不死的妄语 不详气 就是不是这样 你是一分之中取便 或是说你是这个 张冠礼贷 断章取利的 或是不死 根本就没有这件事 这是妄语 不知道的说知道 知道的说不知道 有的说没有 没有的说有 是的说不是 不是的说是 因此虚广的语言 使自己或亲属得益 使别人受害 重点都在 让别人受到伤害 让国家 让社会 让家庭 让个人受到伤害 那么这个都是 有戒指的 所以 武戒很明显的 要戒的是 戒 不要因你 而让别人受到伤害 因为因果关系就是 你让别人受到这种伤害 你自己就会受到 同等的火爆的伤害 所以是犯了 严重的妄语 其他的妄语 有罪而牵牵 那妄语里面 杀生里面 最严重的就是杀人 杀人里面 最严重的就是 杀父 杀母 杀阿罗安 基本上是这三个 就是他有分的 那偷到罪里面 最严重的 就是到生血物 到释放物 或是因为道 而死人丧失生命这些 到生血物 到释放物 到常住物这种 或是违反国家 严重的戒律 这个是道比较严重的 这个邪语里面 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你求比丘你 那你强迫他们 那么犯非犯恨 那么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那这个 妄语里面比较严重的是 大妄语 就是非证严证 可是不知道说知道而已 没有说有 也就是说 你没有震撼的话 你说你震撼的话 你没有震胜果 你说你震胜果 那严重 那严重为什么 因为会引导一些人 引导一些人 那么去亲近依止你 可是你就会伤害 这么多人的慧根 这么多人的善根 那么邪见 那么这个是大妄语 非证原证 你没有见佛 你说你见佛 你是为了得到 那么这种在世界的社会上很多 你有神通说有神通 根本就不知道 就随便乱说 然后好像自己 通天地通鬼神一样 那么这种就是比较严重 因为一忙严重 会让还很多人 盲目的跟随你 因为众生大部分是盲目的 所以 这个是比较属于严重的妄语 就是说 杀盗淫妄里面 比较重的 戒律上来看 杀就是杀人 杀人里面的杀父杀母杀阿尔阿尔 盗 就是盗释放物 藏出物 那么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盈 就是坏人的患恨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妄语 就是大妄语 就是非证原证 那么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没有证果 说自己证出果 自己是几地不少 这个世界很重 所以自己已经成功 那其实是没有 是说自己是什么再来的 比如菩萨再来的 这个历史上很多 非常多 好 那么 其他的妄语 其他的妄语 有罪而轻鲜 那如果是 你为了帮助别人的 那这种妄语 如果在菩萨界里面来讲 不但没有罪还有功德 因为你是为了要利益人 要救你的命 要让人家心情好 要不要对别人造成伤害 那么这种妄语反而是 你是存着要利他的心 那么这种妄语 其实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没有罪的 但是他一般来讲 在我佛法上 你受了劫 你还是很忘记 但是你的功德大 但是他 就算有罪也很小 其实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菩萨界来讲 就直接跟你讲 不但没有罪 还有很大的功德 因为你是为了救人 你是为了利益人 上面是劫 称为信劫 本身就是罪恶 对不起 因为他就是弃戒 无论受戒不受戒 都是犯罪 不管你受不受戒 有些人讲说 因为我没受戒 所以我作为就不犯 因为受戒也是有罪 也是有罪 不但佛法所不许 那么国法也是要制裁的 第五个 物饮酒 就喝酒 凡是使人乱性的 就名为酒 所谓酒的定义 它是有酒香 然后有酒味 那重点是 它会让你 让你这个 它的功用就是 会让你迷失 会祸乱 所以有一些像 像这种问题 有一些受戒的佛弟子 它 它 比如说它 要 有 有喝一些 比如说 这个身体 可以补身体的 然后这些药酒 那这些药酒 假设 它也是酒 当然你如果要吃 军心戒 你就直接不要喝了 但是如果这些药酒 它 不会对你造成迷失 但是有时候很难讲 你喝了一杯不会 两杯 就只喝一只喝就会了 如果它不会造成迷失 它只是要对着你身体的 一般也许有些开源 也有些开源 就是 有些只是要补身体 那有一些是因为要致病 那致病是开源的 那我们等一下来讲这个酒 这个酒 讲的就多了 它说 虽然有些人说 饮酒健康有益 那确实有些酒对健康 其实是有关注的 并不是都没有 那 它说 但从佛法看来 可说一无四处 就是佛法借这个酒 跟其他的宗教比较不一样 如果何教徒也借酒 但是就是 它可能从这个酒本身 在印度可能有形成一些过患来说 第一个 它讲 就是 来讲这个酒的过失 饮酒能乱性 美是不能自治的 就是有一些人没有办法自治 喝醉 不大故事 平时不能做 不能说的恶行都会做出来 就是会造沙道荧荧荧 绿典记载 这个应该是大比光沙论里面 说有个绿典这么记载 他说有一个佛弟子 本来持绿锦炎 那么为了饮酒醉了 《绿典日放着沙道荧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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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荧丝》 那么隔壁林家的妇人来找鸡 他就跟他说没有 然后就跟隔壁的妇人的发生关系来 那类似像这样 那又杀了鸡 偷盗 又翻杀又犯盗 然后又犯银 然后人家问他 他又说没有 又犯网银 杀到银网全部犯了 类似像这样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 有一个阿罗亥 有一个阿罗亥 他有神控 然后他可以降服那个独龙 但是有一天他回到 回到寺院 然后看到 很渴 从外面回来很渴 看到这个桌子上有一杯水 他就拿起来喝 咕嚕就喝下去了 但是那一杯其实是酒 但是应该喝有些 不知道 如果酒强一点应该喝就知道 他不知道他很渴 他一下子都灌进去 所以喝下去没准备 我就醉掉了 那醉掉了就躺在那里 都不能动 然后就嘴巴还吐一些东西出来 然后就在 就可能就走走走到那个 在试验然后就走出去就昏倒了 就 就是醉了啦 也不是昏倒 就醉倒了 然后就躺在这个 这个试验旁边的空壁上 他刚好 刚好他吐出来 然后这个嘴巴还流出一些东西 然后有一只奈牙玛爬上到他上面去 也就是像这样 然后佛陀经过就跟他讲 你看这个阿罗汉平常可以降服一条毒龙 但是醉倒了 连那只奈牙玛他都没有力量 连驱难 也就是像这样 那讲到这个酒 一旦醉倒了就很麻烦 那你看我们很多事情 也都是因为喝酒造成的 也许像 现在最研究的就是酒后开车 像一颗不定时的炸道 那醉了嘛 他到处炸 但是很奇怪 酒后开车的人 一般发生车祸他都不死 都是撞死人 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这种就是很聚伤害性 那有些人一加脊口就这样 因为这次成功 你撞死人 也许是你喝酒 尤其是那些有钱的富家子弟 那喝酒 跑趴 然后开民车 因为他开的车很好 所以他有保护措施 基本上 基本上好像 因为他那个车比较好 耐撞 而且撞的保护措施好 所以一般好像他说 撞的也不会有事 即使很危险 但是他撞到的那个车 那个人 基本上没有保护 所以很多都死掉 所以这样其实是 这种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喝酒之后打架 因为本来是好朋友 喝酒之后 就打架干嘛 就非常多 那这种我相信 在印度当时的社会 也是常发生的 那佛陀 赐这个酒 当然有它的意义 那儒家里面 基本上也是有讲到这件事 他说大女 那么有一个非常 非常为治酒的移底 移底治酒非常好喝 那有一天他就拿这个酒给他喝 他喝了之后 哇 怎么这么好喝的东西 但是这个大女 他有警觉性 他说像这么好喝的 因为他喝了 然后喝多了就醉了 然后他从此 从此就疏远这个移底 而且就是告诉他 告诉大家 从此不再喝酒 告诉大家 如果不戒酒 以后一定会有 因为酒 而怎么样 而善国的 善失生命的 所以他因为他认为酒 如果以大庄研究院来讲 酒是放义之本 就是你因为酒 你就会放义 放义的根本 所以后来大雨之后 雨是下的 下朝的最后一个国网是下节 到商朝最后一个国网 咒网 都有所谓的酒池落零 放义啊 那种口酒啊怎么样 后来国家都丧失了 善国 灭身 就是有这种问题 好 我们来看 所以他说 那么 此五届的人只因为喝酒 如果他没有喝酒 他就有 他就有克制自己的能力 但是因为喝了酒 就没有克制自己的能力 那 所以他讲 他说败重德 败坏一切的德恨 其实不但国法中功德 就是世间的家庭性 我朋友有余 事业之材也没因饮酒而破坏 这是第一个 因为饮酒能乱性 第二个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就是颠倒无知 因为饮酒就迷失了 那么 所以 常常饮酒的人 果报就是什么 没有智慧 杀身是没有福报 偷到就是 不容易赚钱 比较容易没有钱 贫穷 邪淫就是家庭比较不合论 那么 家庭关系比较不好 妄女就是 做事业不容易成功 比较 没有知心的朋友 因为妄女的问题 饮酒就是比较没有智慧 就是比较迟钝 很多东西人家知道 讲一遍就知道 我们讲一百遍也不知道 人家看了就知道怎么做 你就不知道 就是 你会比较迟钝 反应比较不灵敏 因为你茶茶喝酒 反应不灵敏 就是迷茫迷茫 所以 他果报 就是习惯性 果报就是这样 因为你喜欢麻醉 身心麻醉 所以他讲 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就是无耻颠倒 而饮酒使人陷入迷乱的颠倒状态 饮酒成习惯 对于正念见之是大灾难 所以 你既然要 要 向善向上向解脱 那么 饮酒是放异的根本 那么容易废丝正念 那如果是大庄严静论 他就讲是放异的根本 大致都认识说 他是重病的根本 因为饮酒生很多病 因为饮酒引起很多痘症 都会讲这个 有些人 有些人 因为常在醉乡 生下儿女 也精神失散 或者患者 严重的白痴症 那个是九星中毒的 有些人喝酒 以后到九星中毒 上瘾 那 酒容易上瘾 可是现在比较严重的不是酒 而是毒品 佛陀十大一好像没有毒品这件事 不过现在毒品比酒更严重 而且毒品的上瘾更厉害 更麻烦 毒品更贵 那我们一般上瘾 有很多种都会上瘾 抽烟也会上瘾 这个过害比较小 喝酒也会上瘾 喝酒上瘾比抽烟上瘾 过害大一点 赌博也会上瘾 一样 那 重点是吸毒 吸毒 吸毒这个比较麻烦 所以现在如果是五居 不喝酒底下都包括不吸毒 都是包括不吸毒 监狱里面 我常常去监狱 监狱里面 大概有时候有三分之一都是 关在监狱里面都是因为吸毒的 而且吸毒 雷范再关进去的机率很高 因为他吸毒之后他再出去 他很难 就是他会戒 但是他很难不再吸毒 就是吸毒大概半年内 然后再进去 基本上机率很大 通常就是不饮酒不吸毒 就是后来受五居都会再加上不吸毒 因为吸毒比饮酒的过害更大 所以现在的五居基本上都这样 佛陀虽然没有说不吸毒 但是因为如果佛 佛在一定会治不吸毒 因为吸毒的话更大 而且吸毒违反国家法律 盐酒没有违反国家法律 吸毒本身就违反国家法律 好 那这个酒历代也有人禁 也是有禁的 周公曾经在这个 他弟弟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魏伯 那么制了一条戒律 他有一个公告就是酒告 这蛮有名的酒告 就是对饮酒的公告 酒告 那这个酒告 如果那个时候制得蛮严的 就是一群人 如果你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喝酒 因为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喝酒 常常会产生什么 斗争 打架 伤害 这些 如果一群人群聚饮酒 杀罪 群聚就是三个人到四个人 这个人是什么 就犯杀罪 就是如果被发现这些人要杀头 你看这个多严重 那应该就是什么 应该就是那个时代 这个酒形成社会问题 所以他就会有这条法律 那包括像李小龙 曾经在美国造成蜂巢 那他那个双截棍 就后来大家都模仿了 然后大大小小都拿着双截棍在那边打打去 那有时候打架就很厉害 那美国后来那个时候 特别制一条法律 你可以拿枪 但不可以拿双截棍 就不可以制造 而是拥有双截棍 你看 但是卖枪 拥有枪 是由法律允计的 可是双截棍却不行 为什么 双截棍太风险了 然后大家拿着双截棍打来打去 形成 所以就变成 变成这个老乱社会风情 那么喝酒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因为饮酒造成过患 他就会制定法律 在汉朝 在西汉的时候 喝酒 三人以上不顾喝酒 罚多少钱呢 罚四粮 四粮大概我们看来 可能现在四千块 罚金四粮 金四粮是很重的 你看 周朝法律制得更严重 只要一群人具体在饮酒 这些是犯杀罪 好像捷火抢劫一样 一个人抢劫 罪没那么重 捷火抢劫就重 一个人喝酒有罪 但没那么重 一起聚在喝酒就杀罪 杀头罪 他会制就是因为 他曾经这样产生很大的过犯 很大的过犯 好 所以他讲说 饮酒似乎并非罪恶 而是障碍智慧 败坏众德的罪魂获守 其实是这样 所以不但全世界 佛子也应该 谨言的受持不饮酒见 以护持得行 并进而去向 以会为本的出事法 那如果照这个道理来说 就是你要常常保持正面正直 其实这不只是不饮酒 不抽烟 不吃檳榔 基本上应该也包含在里面 就是说它是一种麻醉品 而且这个麻醉品会上演 它没有意义 但是吃檳榔有时候要看 但是有一些原住民吃檳榔 是自回宠的 或是怎么样 提神的 不一定 治病的 那如果你只是 一种上瘾 比如说抽烟 无聊就抽烟 抽烟抽到上瘾 吃檳榔吃到上瘾 喝酒喝到上瘾 不过抽烟跟吃檳榔不会上 不会乱性 但是酒会 那么这个是要稍微 就是说 酒是比较严重一点 但是毒品更严重 但是如果是要让你比较 常常保持正面正直 而且 因为这些不是很需要的东西 它是一种坏习惯的话 那么再进一步 应该包括不抽烟 不吃檳榔 这些都要戒掉 甚至是不赌博 一样 好 好 佛对在家弟子讲的 其实都包括这个 包括不赌博 这些意思 甚至不放育 不要整天饮酒做乐 唱歌跳舞 不要这样 其实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五戒 五戒尽行受众福之所归 那这样 受这个五戒 五戒受就是进行受 那佛法有两种 一种叫做进行受 一种叫做进未来济 那 进未来济 所以另外一种说法中 是说从此路 从今日乃至成否 就成福庭 这两种 后面会讲这个进行受 跟进未来济 进行受就是进此一生 进此一生 另外有一个进未来济 进未来济 就是生生世世 那你说生生世世 下一世你怎么记得 所以你的月要强 那一般的说法是 这个是菩萨界 一日一夜 从今日 那八戒是一天而已 一日一夜 这是从今天 一直到明天日 明相初 这是一日 从今日 乃至菩提 是乃至成佛 就一直到成佛以前 那成佛就不用特别了 那就进未来济 这个是菩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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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菩萨界的话 八戒的话 五戒跟 这个是在加兰来讲 那出家也是一样 出家 比丘比丘尼 沙咪尼也是 那比丘比丘尼也是进行受 就进行生 就是受了就受了 除非你受掉 那五戒 从这个来 五戒八戒 五戒菩萨界八戒 八戒的话 八戒的话 就是一日一夜而已 可以说一天而已 尽其一日 就是一日一夜 从你开始受 你十点受就从十点 九点受到九点 八点受就八点 就早上 从早上到晚 从早到晚 那么 这个是一日一夜 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 他说五戒是 幽波色与幽波矣 幽波色是男的 男重 幽波矣是女重 幽波矣是尽色的意思 尽是男 宜是女 那么归一时自愿说 就自己 进行受归一佛法身 进行受归一佛 进行受归一法 我禁止一生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所以五戒也进行受 受此 归一是进行受 五戒也是进行受 归一是志向 趋向三宝的信念 受五戒也是归向三宝的实践 就是你有这个心 还有这个行 就好像 我说我从此要努力读书 那你就要好好读书 到学校来读书 类似像这样 归一而不受此五戒 只可说是假明又波色 假明又波矣 他不是实在的 你说要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可是你不受此五戒 那哪里是归一三法 不是啊 归一就是趋向 学习嘛 南无我其实是学习的意思 南无我就是归一的意思 那么我向佛学习 我依法修行 我与生同行 就同行方面 那么佛弟子怎么做 我现在成为佛弟子 我就怎么做 佛怎么做 佛弟子就怎么做 那我归一佛 我就向佛学习 佛 所以说如初佛进行受不杀身 是这样子 这个是最初的在佳弟子的学习 好 所以归一不受此五戒 这个不是真归一 所以是假明归一 归一时 从今日乃至命中 就从现在开始 那这个如果是菩萨界的时候 从今日乃至成佛 乃至正谱之时 得谱之时 就不一定 命中就是敬这个身形 敬这一身 护身 就是不杀身 护持生命 护持众生 就是生命 不杀身 就是誓愿受戒 戒是本于慈悲的自通法 前面讲过 戒是自通之法 以己度他前 所以不杀身 护身为本 不到不邪隐等 就是护身的分别说明 护身其实就是要护念众生 就是不伤害众生 护念就是不害 护身其实就是护念众生 不忍伤害众生 其实是护念不害的意思 他说有人护身为护身 更明显的是 举五戒中的不杀身戒为例 他括号说受戒死不一定要说明一切戒条 因为受戒有时候说 他只是知道那个戒相 受比丘戒也是这样 受比丘戒也是这样 受比丘戒的时候是受完 受完 然后再告诉你 你受了比丘 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就是这样 那你要学佛 你必须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所以归应后再受五戒 不过是分别戒相而已 告诉你 你既然要学佛 学佛第一点要怎样 第二点要怎样 第三点要怎样 就是这样 就好像你上学了 就告诉你 你进了这个学校有哪些规定 就是这样 他并不是你还没上学 就给你告诉你 就先发规定给你讲 没有 可是你进了学校 他开始有这种学校规约 你进了这个团体 就开始分给你一个团体规约 你进了这个团体 那你必须要遵守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像这样 那你竟然要学佛 我告诉你 学佛第一点 要不杀身 第二点要不托道 第三点要不学允 第三点不要问你 第三点不要问你 为什么 他会跟你讲 所以真诚的归一三宝 是不会不受此理解的 你说我要像佛学习 但是我不能不杀身 那你要你是像佛学习 你这个连根像 像这个三二道学习 然后你像佛学习 因为你就会剁三二道 你这个不要说成佛 你要做人有时候都很难 所以 所以这个你要学佛 你怎么学 不可能 不可能 有信仰而无行为的改善 缺乏真实信仰的明正 就是说 你只是想信仰 但是你不要改善你自己 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他信仰这个宗教 只是宗教带给他庇护 他并没有要向宗教学习 改变自己的心 让自己变得高尚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说 比如说那些小偷 那些小偷也会去拜佛拜神 但是他拜的是怎么样 希望我偷东西的时候 不要被抓到 所以他也会带念珠 也会念佛 念佛是保佑他偷东西的时候 然后不要被抓到 那这个有用吗 当然没有用 所以你说他 他学佛念佛拜佛 他其实没有学 他只是念佛或是带念珠 或是带那个什么保佑 什么保护的 那个什么香火袋 他没有想要说跟 因为他觉得这个神有力量 他实在有威德才有力量 但是他不想跟这个神学习 他只想这个神的威德力 能够保护他 即使他在做坏事的时候 也可以保护他 有些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学佛的人 那我应该要理解到 学佛重点就是在向佛学习 佛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 那佛怎么修 我们就怎么修 重点在这里 但是 他说 他说 这一个 你有信仰 但是你没有实际上 去持戒啊 改善啊 或修行这些 那么 算不得圆满的 算不得是一个圆满的在家居实 不过 这个佛 比较慈悲 他看到这些有一些在家 又不色又不云 那么 这个习惯性 或是烦恼 比较重一点 一时间也不容易全部受持 所以 他说 反正严格了 他不敢来 所以随个人仁慈的缩少 有持一分的 照理讲 应该受戒 这些五戒都要持 但是 有些人也没办法 比如说 有些人家里就补鱼了 你叫他现在都不能补鱼 那他要吃什么 你要养他吗 他意思又改不过来 所以 也许你先让他瘦 不偷盗 不协语 不忘记 也可以 这个 所以随个人仁慈的多少 所有一分 少分 少分 就是持两条界的 多分 持三条界 四条界的 满分 持五条界的 所以在归一三宝的在家地址上 以能持五戒亲戚为善善 那么甚至有一些在五戒上 又多加几条 有些慈记他会觉得 除了五戒还不够 那这个其实 其实就佛法上来讲是合理的 但是因为戒只有佛的字 所以有些人会批评 但是从佛法上来讲 其实佛法不外物就是导人向善 戒也是这样 但是血也无反 所以他会讲说 那你不可以违反交通规则 因为你会伤害到别人 甚至不赌博 佛法没有戒不赌博 但是赌博其实对家庭是有伤害的 对个人就好像喝酒一样 他会上瘾 他会丧失钱财 甚至有些国家 社会也不是允许 去赌他基本上也是犯罪 就聚集加一起赌博 国家也是法律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有时候也会加上 比如说不赌博 不无反交通规则 不去甚至说我不去参加正式游行 也是像这样 那么他都有他制定的一个内行在 不过就是说从 从借基本上是要给你一个良好的规范 让你一直向上向上向解脱 他重点在这里 好我们先下课休息时间